韩国国民MC刘寨时在2015年7月和FNC事务所签约 上月有传即将约满的刘寨时有机会离朝签约其他事务所或者开设个人事务所 到了7月16日刘寨时的去向终于尘埃落定 FNC事务所方面最终宣布已经和刘寨时成功续约 FNC方面表示刘寨时拥有正面的形象获得大众的爱戴 FNC也希望善用他的正面影响力 而在这段期间彼此建立了信赖 所以最后也完成了续约的过程 今后也会继续支持刘寨时的活动维持紧密的关系 另外2015年刘寨时和FNC签约的消息公开时 曾刺激FNC的股价暴涨 而续约的消息也成功带动FNC的股价继续上扬 苏无视频还留第一线综合报道